近期爸爸去哪儿迎来了一场别开生命的抓小猪大赛 Jasper在接受了陈小春和李锐村长的场外辅导之后 两只小手起范儿奋力加速跑向小猪 一副拦住小猪不让走的勇猛姿态 让人忍惊不禁 Jasper盯住小猪开始有些犹豫 Jasper衝向小猪 小猪害怕的溜走 Jasper紧跟 Jasper抓猪以路小跑朝兴奋 横横牵手小泡夫朝田 即将上线的爸爸去哪儿舞 将在甘肃继续冒险之旅 任务环节Jasper最爱的小喇叭再次上线 节目中Jasper手持自己最喜爱的小喇叭 住者波浪梅喊话爸爸陈小春 父子俩齐心协力共同做任务 Jasper不断地用小喇叭向路人发射可爱光波 成功掳获众人的心 而软蒙到小奶音也使得Jasper和爸爸顺利完成邀请 依然正要追和儿子Jasper在爸爸去哪儿舞的互动令人印象深刻 不少人看到他和儿子都认为在家孩子一定最害怕爸爸 不过他曾为自己喊冤 其实Jasper根本不怕自己 在家他的地位最低 派在前面的有银铛 还有岳父岳母 而不少网友也发现 样成Jasper小奶奶性格的功臣 正是银铛的父亲